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網邊七部正案部沙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訂閱 也希望大家幫幫幫忙將直播節目和志錄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有媒體就說 現在好像是移民水尾 東方也有這樣寫 移民水尾 移民潮退熱 他就這樣說 其實不是 他就拿了永久離港提強積金個案 去猜究究竟那些人是不是 移民已經是回落了 他們訪問了 為什麼我說我看到的東西和他們看到的東西不同呢? 東方就說 有移民顧問就說 近期移民查詢較以往少 他就說香港人外移趨勢的確有回落跡象 因為想走的大部分都走了 他就說 有部分移英港人選擇回流 也有些移英港人準備二度移民去其他國家的查詢 因為英國經濟差 稅負重 稅負重 如果經濟差的話 跟稅負重是兩件事 其實說真的 你找不到東西才會害怕 這兩件事 找到東西就怕稅負重 找不到東西就怕經濟差 找到東西就怕稅負重 人都是這樣的 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所以 有些東西我覺得很奇怪 我知道的東西就不是這樣 現在很多人都是想移民 不過 問題就是 樓下跌了太多 樓強金也跌得太多 所以現在 走的人 他們是有部分 我不是說全部 他們的做法就是要想在外國 一定要先找一份工作 找一份工作這件事就很重要 如果連工作都找不到 他們就不會那麼容易移民 現在那些人 現在那些人離開很多時候就是怎樣呢? 他們想在公司內部調去其他辦公室 這件事也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這件事其實是有困難的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我看到這個情況是 其實對香港來說不是很理想的 現在那些人真的不離開 其實不是的 現在那些人想很多方法 香港一旦有事就離開 其實這個太平門 找一條後路 我覺得很正常 不像有些人說這些是叛國 我不認為這些是叛國 因為其實 你特區政府有些事情真的搞得不太好 你會令到那些人沒有信心 那 積金局公佈的第四季數據就說 用永久離港 原因提強積金的數字回落 去到7200宗 按季就大減1500宗 其實一個問題就是 我認為 現在那些人是不想提出的 因為 虧得太多 你一虧得太多的時候 你一提 你就馬上 知道了 這個失敗 他不會就這樣拿走錢 現在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那些人 那些人拿走錢 那樣東西 現在是會少了 就算那些人移民 現在也有很多 他們如果經濟條件許可 都不會賣樓 其實是 就是說 我說我看得到的情況 為什麼我說我看得到的情況 因為跟他這個 東方日報的報導 就差很遠 你說東方的報導 是不是不是報導事實 未必 所以我就是說 現在就盡量砌一個 真相給大家聽 譬如你聽了東方說 那些人想走已經走了 其實不是的 現在做移民的生意很好的 當然現在香港做移民的人很聰明 他們移出去又會有生意做 移進來又會有生意做 其實做移民顧問真的很爽脾 現在移進來也多人 就是在內地想著 高財通那些來香港 或者投資移民 因為現在又開回投資移民的那條路 就是三千萬港元可以 拿身份的那條路 現在做移民生意是很好賺的 真的 真的 是不優做的 所以如果你說移民查詢教 以往減少 就是不知從何說起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那 政案分裂員就說 那些人真的大上頭 那 是啊 有些人是很大上頭的 也沒辦法 這個世界是 那有些人就接受這個東方訪問 他就說 要走的人 早就走了 現在還沒走的人也不見得 特別有想移民的意欲 其實 好像不是這樣 現在呢 我們有些朋友都是做移民生意的 那些人要走是怎樣呢 本身是淺黃的人 現在是 看到沒有什麼信心 看到現在這個局面沒有什麼信心 又有些錢 他們想著要走 還有 他們說 這個移民顧問公司 他訪問了移民公司負責人 他說看到港人有回流的趨勢 尤其是移民去英國的人回流特別嚴重 因為很多移民去英國人 親身感受到英國經濟畢竟 稅率高負擔重 不適應回流 他就說 他的公司 移民去加拿大 美國這些地方 佔整體查詢10% 我也是引述他接受訪問的那個 叫環海移民顧問有限公司 但是我認識其他做移民顧問的朋友 說的話 跟他完全相反 說的話 是跟他完全相反 所以我為什麼特別要針對這件事來說呢 就是 好像現在 那些人 都沒有辦法構成了整個香港發生什麼事的情況出來 現在的看法是 正棍分裂員就說 國內的人 移過來香港 都是借香港做跳板而已 真的想住在香港嗎 其實很多人都不想住在香港的 因為你第一步 有三千萬人拿的身份 現在有辦法可以做到 我不是幫我做移民的朋友賣廣告 不是 但是如果你有需求 你也可以微信我 可以告訴你 究竟是 哪些人正在做 我可以介紹你給他 我認為他是信得過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移民來香港 你可以直接微信我 我不是做生意的 一定要說清楚 如果真的有需要移民 你可以跟我說 而來香港我是支持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不是離開香港 而進來香港我是支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不是太行 其實一個地方不是太行 就是吸引外來的移民 在內地有投資移民的人 來香港其實是穩固的 而且之前有人騙了錢 譬如要投資的時候 那三千萬人拿下來之後 有人試過都沒有錢 那我就告訴大家 這些情況 如果你找很久的人去做 看著你的錢 那應該 到了拿身份錢的時候 那三千萬人都可以拿回來 那些錢是穩固的 是有辦法做到這樣的 不過呢 我一定要說 這不是腰弱 只是你有需要 你可以找我 因為我也想 某程度上幫一下香港 為什麼說某程度上 想幫一下香港呢 就是 因為 整個市面都不是太行 而且人們沒有什麼信心 其實我覺得 如果多些人的市面 更好一些 那些人有信心就會留下 那當然 你說 為什麼我不搬回去 我自己有我的考量 當然 我本來 我也說過 2020年的時候 我是打算整個家人搬回來香港 但是當然有其他事情發生了 我暫時還是沒有辦法搬回來 就是我一早都計劃了搬回來香港 不過幸好就是沒有搬到 為什麼呢 其實 如果 如果 2020年的時候 或者2021年的時候 有些事情沒有發生 我可能已經搬回來香港了 整個家人都搬回來香港 但是呢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就是 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也看到超過上場之後發生的事情 超過上場之後 我是沒有信心回流的 我也說 那你就會害人 就是要內地人來 那內地人有些人來香港 他有其他算盤的 對不對 還有幾年而已 有些人是 剛才好像 鄭君勳去沿港 只是做跳板而已 做跳板沒有所謂 我覺得 香港一向都是這樣的 有人跳出有人跳入 所以這個不是大問題 那好了 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 就講其他的話題 休息一會 或者講封面的話題 現在看看時間 是時候講封面的話題 休息一會 在這間廣告西裡 製作詞 比這個時間 其實會載出來 放在錄製作業 中路上 藏在錄製作業 一邊 進入錄製作業 切成錄製作業 他的錄製作業 連錄製作業 by bwd6 by bwd6 by bwd6